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神的国的家族 神国家族的一份子 如果我们用Axia的思维 耶稣是天国的政府的代表 他是天国的政府 然后来在地上执行他的原则和政策 那他的子民 是不是也是一切的代表呢 没错 所以或许我们不是做中央政府 好像中央政府 他在各个的县市都要有地方政府 一个国家一个国土 他都需要有许多不同层面 的治理就如同摩西 有千夫长跟百夫长 在每个管理的阶层 那我们就可以了解 这两周我们谈到了所谓继承权 不管是认识的产业 还有所谓的治理和管理 那同样的呢 当我们在聊到说 神的国的时候呢 我们好像把这个用词 似乎用在一个宗教的用语上面 家伦们我们就要去了解 耶稣是政府的代表 欧凯西风家族就好像是一个政府代表 那政府里面 中央政府里面的其中一个小小的部门 虽然我们的这个体制内的团队的同工呢 我们人数并不是多 但是我们不是代表 我们叫做神国家族 是每一个神的子民 我们都代表什么 神的国的家族 所以每一个国度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城市 每一个单位 或许有不同的一个任务 同样的我们有这样子的思维的时候 神国一家族是不分国籍 区域性 而是那种身份 还有一个这个角色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思维的时候 再更进一步的 谈到了Axia 今天为什么要加码 有许多的好朋友 更期待 有更进一步的 去了解Axia 事实上在我们的频道呢 我们其实都是谈到一些的概念和观念 如何把这些的概念呢 成为一个理念 然后呢 实际的呢 成为一个信念 我相信它有很多的内容都可以去谈 那在频道当中呢 我们都挖掘了 应该说挖掘 应该是挖掘 或是说探讨 然后关于这一类的主题 你会发现到你挖的挖的呢 有很多事情就不再一样 今天亮手频道呢 我们在Axia系列呢 终究要做一个段落 但是我们要把它绘整起来 继续在这个继承权的里面呢 我们要谈到的 不只是谈到这个产业 家业 不只是谈到了这个所谓的管理和治理 对不对 我们要找回我们的权利和义务 同样的我们的使命 这个责任就要成为我们一个 神的儿女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标杆 所以我们要了解 我们继承不只是这个产业 好像我们有这个位置 角色来管理 我们真正的是要能够进到神的国度 神的国或是天国 或是神的国或是神的家 那到底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一个家的上面有个国 国的下面有个家 所以一个国家的一个领域 当我们谈到国度 其实我们是否要更多的来认识 神的国度的浩大 他笼罩了这宇宙万有的这一切 都在他谈到是一个领域 他不是一个宗教的一个用词 神的国度是整个浩大 一个一切他居住的所在的 everything 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 已经是非常的浩大 可是他可能在神的国的cover的里面 maybe是他那个手掌心里面的一个 一个宇宙 在他手的里面 一手掌握的这个宇宙 他的浩大 是如此的 让我们难以想象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来继续在 这个XR系列11集 然后我们继续来谈到继承圈 我们就是要继承神的国 在这地上有许多 我觉得蛮有力 蛮厉害的许多的年轻人 或是一些富若带 他们确实 他们没有继承家业 他们这个 甚至是白手起家 当然有些还有 受到家人的这种的支持 可是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他们创业 他们有这个背景和环境 当然也有些人 他是完全的白手起家 他不想要做家里的产业 可是神的儿女们 我们不是不能选择 我们唯一的被更新的 我们本来就是恢复到 因为我们本来 就是来自于他的国 来自于神的创造 这个世界本来是美好的 但是因为罪 使这个世界被玷污了 所以我们常常在 这个几千年的系统里面 都否定了世界 或是乐爱这个世界 殊不知世界本来就是神创造 只是被玷污了 所以神要更新他 将这一切都更新的 毁掉了是一个体系 是一个败坏的行为 是一个思维 价值要完全的被更新 所以我们如果了解了 XIA 我们更了解了 启示录的时候 你就会了解 你现在所面临到的 每一件事情 都是一种炼金 我记得在约翰福音 约翰一书三章 好像有提到了 说当主 现在应该说 神的儿女将来是如何 上位显现 可是当我们知道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 你们 每一个凡属 神的儿女 都必要像他 你就会发现到 我们需要在地上 去学会 神怎么如同 把他的治理 在这块土地 来操练我们 成为 他永恒国度的一份子 哇 你就会发现到 我们需要更多的 把宗教的框架 把自己的思维 去来拿掉 到底国度的样子是什么 神的呈现 就如同你现在的缩影 只不过他没有败坏 他更美好 他是完全的同管 所以士农工商业 各个的领域都在预备 神所带下这个永恒的国度 要继续的产业 继续的经营 一个更完整的美好的事情 所以今天两首频道 我们就继续来在这个产业当中 我们了解当时 在两周我们谈到的 人类面临到最大的困难 和挑战什么 当然就是罪 罪使我们面临到最大的困难 使我们离了原来的 create 让我们掉进在罪 控告 劳苦 重担的里面 所以因此呢 当人的一会集的时候呢 这个挑战是 人类凡被造的 无论你是神的恩女 还 或是你不信上帝的人 只要是 举凡是人类 你都有上帝的 这种的create 能力 所以在巴别塔的事件 就告诉我们 人的会集 哇 这些败坏的体系 他们不敬拜神的体系 他们汇集起来 却有通天的本领 没错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本领 所以你会看到 很多的人事物 他怎么这样 他怎么那样 为什么他可以这么有些 因为每一个举凡是人类 来 他都有上帝的创造 还有能力 因为每一个人都在 神的工作上 什么工作 吹了一口气 成为有一个 有灵的火轮 所以我们了解 神的能力 虽然有权柄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 举凡人在这世上 所做的一切 它都代表了 一种能力 一种汇集 一种语言 所以因此呢 在巴别塔的里面 神为什么要去破坏 就是要破坏 这个人类 那种合一 人类合一很好啊 可是他们的体系 他们思想 是邪恶 是行恶的系统 所以他们这个能力 会破坏 更多的事物 这就不好了 因此巴别塔的事件 就造就了这个变乱 口音 所以才产生了不同的文化 使人需要回头来找到这一位神 虽然有许多的人 他的行业 产业 他很有钱 或者说 哇 他怎么做 他还是在某一个领域的里面 所以家人们 今天我们就要去了解 进人权 不只是在产业和家业的里面 我们更要知道 我们谈到了治理和管理 就是要恢复神 原来给我们的create 就跟你是员工 甚至是一个清洁工 都是一份工作 因为神给你这种的管理 让这个大楼的清洁工作 都能够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要了解 每一个行业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 继承神为他儿女所预备 其实神是为人预备 但是因为人背离了神 所以神设立了一个救赎 就是他的儿子 以他的儿子为标杆 他儿子就是一切的总刚 所以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所追逐的 一切中的一切 所以我们不是只是 学一个外行 或者我们只是一个很属灵 而是我们要在各样的层面 灵里里外各样的技能 因为神国的家业和产业 要永续经营 只不过神在这个时刻 人类历史观是几千年 或是到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要预备一群被炼净的人 能够真正的进入他的管理 所以不需要为你现在工作烦恼 或是你在加班 觉得很痛苦不属灵 你要向神来祷告 怎么样的让你的角色 能够更多的认真的去学会 每一件事情 服务好你的客户 你的客户可能是很不讲理的 可能是很让你无法想象的 可是我们要寻求神的帮助 给我们来智慧 我们不是服务他 这只是一份功 我们真正要建构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就可以稍微来 让大家更进一步的来理清 相信这个是值得大家来探讨一下 可以去了解 你不要觉得我加班 好像我工作 熬夜做个活动 帮客户做PPT 然后做影片 我好累 当然加班 或者是熬夜不太好 只要调配自己的身体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能再一份工作一直埋怨 然后呢 又想要安舒适地带 又想要好的生活 又要想这样这是很难的 你要知道我们真正要建构的是 我们如何能有能力 像耶稣一样的生命力 能够面对每一件事情 就让他的管理 让他的治理 让他面对处变不惊的能力 能够在我们身上 当我们一次又一次通过考验 扩张都不是为了某个公司 某个老板 肉眼 环境 肉体 确实在这个环境 可是你的心灵 就要明白一个思维 就是当主耶稣显现的时候呢 我们必要向他 进到他永恒的美好的新天 心地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我们要了解 国度的降临 就是要夺回执政 欧凯西方家族 我们可以说很小很小 我们阿门 但是我们在中央 如果我们 以这个特殊性的任务 我们的团队的人 虽然不多 但都很忠心 都很认真 都很单纯 除了我以外 过去感谢神的恩典 来更新了我们 所以我们要了解 国度 要重新地夺回 夺回什么 国度没有失去 神的国度永远存在 永远在同管万有的里面 而是要夺回神本来的心意 在这块土地当中 他所带下的美好 所以神的国要完全的 全面降临 这就是他要必须 如同恢复到起初 好像我们在谈到 好像我们在谈到 初代教会 我们要想到上帝 如何透过他的儿子 把初代教会的 那种的一切的氛围 还有祝福 还有整个的运作 要重新地恢复 那种热情 这才是很重要 这个存在的 这世界 好像是许多的人 我刚才谈到 任何举凡式的人 都充满了神的 能力 一汇集 他们商讨的东西 一定会有一个成果 只可惜 或者他们不是走在 神国体系 就很容易被世界 二者 世界的王 暂时掌管 这个世界的王 夺走了他们 将来要去的去处 我们不是说 他们不信主 都是魔鬼 千万不可以这么说 而是我们要去了解 我们在这个体系的当中 如果更不 让我们明白 这个思维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 一直在 这种的重担 劳苦的里面 慢慢离得 神的国就越来越远 那怎么解套呢 我们要知道 神就是要回到 这个地上来执政 在执政之前 他必须清理一切 他必须做一些的工作 这就是耶稣 他带下 十字架的救恩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此他的三十岁 又分了十二年 是做人家的孩子 十八年 认真的工作 这叫他工作 是何等的关键和重要 所以你的工作 要很重要 神很重视每一个事业 所以事业产业 神给你的领域和管理 就如同他帮助你 也要与他来整顿 不能说整顿 来经营他永恒的 这种的国度 你就发现到 就会不一样 所以因此 我们快速的谈到 国度要降临 列国也代表 各行各业各城 都在预备 基督的国要降临 这就是我们 之前一直在谈 有好多的朋友 希望我们再进一步的谈到 也就是说 你知道神国要降临 神的国在地上的工作 是永不止息 但是他必须清理 所以他正在 从过去到现在 几千年来 正在 知道怎么样 像罗马书讲的 人数一天满 神的国就降临 神会透过他的时间 在每个时间点的里面 他会设定很多的事件 每个事件都可以 练进出一群 一代又一代 他真正想要的人 所以你要知道 你是被神预备 在你的外在 这些都是一个彩排 这个体系一定会结束 世界不会灭亡 但世界败坏的体系和价值 它将要被铲除 如果不 铲草要出根 春风吹又生 神如果不这么做的时候 我们仍然活在 这个掌控的里面 所以这就是 我们要去认识神 他的工作 他的运作是怎么样 无论你用天国 神的国 或者神的家 国度这个词业 还在旧约里面 在创世纪就出现 国度拥有权能 权柄与能力 充满了荣耀的光辉 可是天国出现了在 新约 神的国出现在新约 他更是把 这个更清楚的聚焦 It's kingdom for heaven 来自于上帝 好像耶稣在传讲 天国的福音 中文叫福音 多半谈到天国的福音 来自天国的一个好消息 你不用再为奴了 首先你会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恩典 就是救赎 当你有这个救赎的时候 你还有很大的祝福 就是有圣灵的事工 工作要不断的来更新你 有一步一步 除掉除罪 再给你恩典的救赎 让有这个角色和身份的时候呢 你就不再一样 生命一更新 你才能真正的 好像我们刚刚讲的 圆安一书对不对 主路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 所以不管你 你所谓的教会有多大 你的事业有多厉害 关键真正的 不是这些的工程 不管你从事什么任务 对不对 是关键你的生命 必要像他 然后呢 他的官吏 他的治理 他很专业 所以我们要求神 在不同的行业里面 因为他的国正等待一群殖民 来分配在不同的地方上 这就是我们要去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维 所以因此呢 所以我相信 这个随之而来呢 都在预备 神的国 这个在犹太利的5783即将到来 这个启动 不从他的儿子启动 这个东西 不从他的教会来带动 这个是无法转动的 所以一个国家 一个城市 首先任何一个国家 天国的子民 是君君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对不对 我们这些要启动起来 备除使用 无论你在台北 台东 云林 桃园 在哪个国家 都要带动那个城市 所以每一个城市 每一个地区 好像圣城 都在谈到一个城市 当一个神的子民一汇集 台中的所有的神的儿女 对不对 叫神国一家 台北的神的儿女 汇集在一起 神国一家 全台湾的神的儿女 聚集在 在台湾的 都叫做 这个神国一个家族 所以我们用家族来思维 我们做国度的侍奉 OK 先问大家说 非常清楚 神带领我们 我们属于神的国 而与神的国的家中的 每一份子 我们都是同属一个国度 并不分彼此 那你的心思和意念 我相信 慢慢就会对齐了神 因此这个国家 就等待祂的儿子 以及在这个 每一个的城市 对不对 来转动 这个国家 这就是我们永恒的家 家人们 我们要去了解 神国降临 这不是一个语言 是一个行话 也不是说 只是说说的而已 而是他真的会 真真实实的降临 当他降临在这个时候 好像今天的场景有沙发 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我们在神国家族 一个会集 两三个人 奉祖名的聚会 两三个人 奉祖名的聚集 有两三个人聚在的时候 哇 那不关乎 就算刮风下雨 然后你可以在户外直播 你也可以在这个车上 一起祷告来分享 因为神的国的降临 是不受到这些的环境的影响 神的浩大 不是因为你的教会 人数很多 或是你的事业体系 很了不起 神就 我让这个某某企业家 让某个这个明星艺人 或是有钱人来管理 神要一个真正是 他可以托付 忠心在他面前的人 家人们 很快速的我们就谈到 不只是谈到了 我们不是道成肉身 要向上爬身 教会更要知道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这个因素是什么 就是世界与教会的价值 所带领的方向是不同的 外在里面教会也在服务 也服侍 社会也有很多的服务 可是因为它的初衷的 背后的隐藏的 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真理 所以这是我们去了解 一个重生得救 一个真正的属灵的人 他不是指在右派 或是左派 他不偏左 不偏右 他合乎忠道 要为了国度而服侍 所以我们来读一段经文 在路加福音的17章20节 他所谈到的 我们一起来练一下 一杯器 法利赛人问说 神的国几时来到 耶稣回答说 神的国来到 不是也所能见到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说 人也不得说 看哪在这里 看哪在那里 因为神的国就在你心里 或说就在你们当中 家人们 我们要理解这个用词 不是说 它只是一个区域 只是在教会的里面 其实 神的国必定要降临 只是目前是部分降临 但是one day 其实都告诉我们 他有一天 一定会全面的降临 所以当劳苦重担的 或者是说 批乏的软弱的 以赛亚书42章 对不对 他加添力量 凡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力 所以你必须等候 他的前提是 你知道 你看见 你明白 他的国度 才是你一切的盼望 你的梦想 都在他的国度 因为那个是 永远不会灭的 而他的国度的里面 没有纷争 没有扰乱 没有破坏 没有伤害 没有勾心斗角 没有这些 有的没有的贪婪 因为这一切 都不得承受神的国 所以圣经有很多 我今天的重点 只是告诉你 我们要继承神的国 要争取 让现在的 每一天的工作 生命的转变 才是最重要 要努力的 成为神可用的器皿 努力的 让自己生命当中的 去改变 不是你做很多的大事业 做很多的事工 所以他谈到 因为神的国 就在你们心里面 当法利撒人 在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前提 这个时候是 这个 长大麻疯的 十个里面 有九个 都没有来 来感谢神 唯一的一个 还是非犹太人 所以我们求神 恩待神的儿女们 我们要真正知道 每一个的人 都是神所爱所造的 如果神的儿女 没有恢复这个准则 我们就会埋怨 就会批评 我们要想 当你软弱无助 或是碰到困难的时候 闭上眼睛 你就会想说 耶稣也是经历了 很多不合理的事情 可是呢 声援在主 主必报应 可是我们一定会有 很多次的抱怨的失败 但是你会发现到 你是不是还在原点 当你还在原点的时候 表示你没有进步 你没有进步的时候 你就很难承受神的国 为何要让这一个 一个世界 或是你损失了一笔钱 来毁掉你永恒的一切呢 所以你就会扩张了 哇哦 不再一样 所以把宗教的框架拿掉 不是时候有个天堂 到神的国中 每天就敬拜 你平常怎么生活 在神的国 就是怎么生活 你该上班 该唱歌 该跳舞 该怎么样的 都该休闲娱乐 都在神的国 一定都是这样 也都是这样 只是我说 行恶的体系 将要结束 败坏 仇敌 将要回到 他该去的地方 就是所谓的地狱 但是人如果不了解真理 就会被眼前的事物 我昨天跟一个 back dancer在聊天 谈到这个 因为我下个月 就要到杜拜跟以色列 然后他们就笑 不会是去节目餐吧 然后他就有一个dancer 说的很有道理 他说我其实 不太会同情这些的人 因为怎么可能 打个文字就十几万 对不对 甚至有些的人 明明大部分 有些的人可能 是知道 是要去做这份工作 后来好像没有做好业绩 等等之类 他是一个概念 说如果是这样子 他不会去同情这些 好像这些的人 这样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可是呢 家伦们 我们要了解 他说因为神的国 在你们的心里面 所以我们心中 那个准则才是一切 有时候这世界 有很多的迷惑 把你骗去 可是你要有概念 做文书怎么出个国 什么都不会 然后你就高薪了 对不对 当然我们看到自己的家人 或是看到这样残暴的事情 我们也是不舍了 平常心讲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了解 神的国 如果不在你心里 你的思想情感的价值 核心就会失去 你所有的价值 是让人家来肯定你 因为神的国不在你心里 如果当神的国 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知道 你是为谁而效力 世界的工作只是一份 让你来操练 让你能够生活 你可以赚很多的钱 都没有问题 可是你的价值和意义 还有你的摆上 如果你不更多的装备 你没有能力面对世界 你只有想要有祝福 可是你没有能力 去处遍不经 去处理这些事情 很不舒服的 神言在主 主必报应 老师在做职场 也在做这个过程当中 也有很多无奈跟委屈 我们正在发生一个 很棘手的事情 可是我向神说 我向你来祷告 我甚至预备了说 你可能我全部的钱都不付 我是蛮大的笔钱 我就向你祷告 来 虽然可能不会 走到这个地方 当不被这些捆绑的时候 我相信有的时候 不是我们很有勇气和信心 若主允许我经历这些事情 我就祷告 神一定在扩张我 我也相信 接下来祝福在我身上是什么 所以经过这一波又一波的里面 不再被这些捆绑的时候 就不会烦炸 我要让更多的神的果 在我的里面 因为我知道 他有一天必会再来 这叫做信心 这叫做I believe 可是我们过去也信 也相信 可是在嘴巴上 更想 但是我们要在心中 然后到里面去碰过 那种不舒服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每个人的状况不同 所以家伙们 我们要了解 一个国度要知道 我们简单来谈到 继承这个国度的重点 此时此刻 这个国度 神创造世界是美好 对不对 因为罪是 人与神的爱隔绝 但也因着基督 我就没有特别讲那个东西 画在这个图表上 对不对 所以地上需要教会 也就是需要神的恩律 可是如果我们只一直停在 这个宗教的山头的里面 那我们也会失去一切 但至少我们要知道 神的国的心意 创造了这个伊甸园 创造了人类 可是因为罪 把这个世界怎么样呢 把这个神所创造 你看看我这个守候 好像神的国在我身边 这个宇宙好像就在 这个是宇宙 宇宙里面的这个小指头 里面是地球 Right 但神却愿意选择一个地方 要与我们怎么样呢 永远在一起 可是因为罪 所以这个世界 神之下 二成天 已经被玷污了 Right 所以你肉眼所看到 是被玷污的 它也是有美好 对不对 可是它的背后的 隐藏的 已经是被破坏了 这就是家人们 我们要去了解的提醒 神的国在二成天 上面叫三成天 是超级的浩大 所以宇宙可能就是 在神的手掌心 这样子而已 神的浩大 让你无法想象 你所看到这些美好 本来就是神 要给我们更美好的 只不过 这个罪 使我们与神的爱歌界 所以这几集 我们谈的东西 都比较内容 比较长 所以大家有空 都可以重复去听一听 可以去看一看 好 那我们继续看 这个表格 好 你看到神的国 哎呦 我们在国度的侍奉 我们在谈侍侍侍侍侍 那到底什么是侍奉呢 家人们 我们从这个图表里面 有事业 有侍奉 世界谈到事业 对不对 然后国度谈侍奉 教会谈事工 有没有道理 我们很多的事工 可是你知不知道吗 事工这个用词 中文了 知道中文 是没有圣经 这个计划 叫事工 来 但是却有事丰 但是我们今天来看看 事业 对不对 哎呦 我们怎么谈XC啊 所以你要了解 我们先从圣经的里面 你的工作 都是预备 进到神永恒的国度 好像我们从一个小工作室 然后慢慢变成一个什么 公司 然后公司 然后进入到上跪上师 对不对 都是往上爬升的嘛 不是吗 我们在地上都在预备 然后经营这个事业 其实这个事业将要成为 基督是我们永远的产业 我们放在神国度的领域 就不再一样 我们读一段经文 在提督书三章八节说 这话是可信的 我也愿你把这些事 切切实实的讲明 使那些以信心的人 怎么样 留心做正经事业 或做留心行善 这都是美 并且是与人有益的 你要透过你的事业的基础 接触许多未信主的人 服务他 或者是做好该做 你会觉得他怎么这样 他怎么样 坦白讲 这不是我们能够考虑 也不是我们能够预设 而是我们求神 给我们有智慧 做怎么样 正经事业 或许神在告诉你 这个事业 这个行业 这个工作不要做 OK 调整就好 或许是神让你学习 都有 我们不能一穿 什么一翻打翻所有的人 对不对 家人们 所以我们要去了解 我们今天在这个 这个 聚会的环境的当中呢 就是一个家庭式的一样 有个沙发 坐起来很舒服 对不对 我们就要回到神的家 你发现到 就不再一样 我们要建构的家园 目前此时此刻 都在我们心里 心思和意念 全然 我们所做的 这些事业 都是预表将来 要与神 经营这个产业 不管是舞蹈的 音乐的 各行各业 神的国度的发展 就是如此 所以你要拿掉 什么有翅膀 我们没有翅膀 因为只有天使有翅膀 人没有翅膀的 这不是真理 这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 所以他说 留心 行善 行什么善 神要你做的任何的事情 不是讲公益 关怀而已 这就是我们要去了解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部分 留心做正经事业 六个基金文在三章十字节 我们一起练一杯气 并且我们的人 要学习正经事业 或做要学习行善 预备所需用的 免得不结果子 可是我们当想的是 钱啊 事业啊 这些 它是其中的一个项目 我们讲的果子 哇 那结果子 当然要人数 但是真正的果子 是生命的果子 所以创世纪 才会有生命数 所以我们要结束了一种 不一样的生命的体质 在我们的里面 面对任何的环节的时候 能够有人爱 喜乐 和平 碰到困难 尤其在职场 商业的领域 难免会有非常多的事情 不是吗 家伦们 有非常多 让你会冲突 矛盾的事情 但我们要结束 忍耐 我们要结束 良善 这就是要在冲突的里面 而不是我们想要良善 说的良善 所以神会把我们带到 很实际面 因为祂是独一的真神 祂不是虚假的神 祂要让你明白 你的生命的炼镜 如果不破碎 新酒是不能装在旧皮带上 你是无法承受神的果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了解 我们不能往回头看 以至于我们不能承受神的果了 这就是我们要去明白 从事业的里面看 事业 世界你在工作创业都非常棒的 因为当你回到神的体系的时候 不管你赚多少的钱 你再预备要做神永恒国度的事业 所以国度的事业 回到我们刚刚那个图表 你会看到世界国度 其实都在国度之下 只是说唯有教会 它能够回应了神 来 教会的建构就是 你是基督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这个世界是不承认的 所以有些人 有时候圣经讲 因为他们不认识神 所以他们不认识你 所以你的冲突矛盾 他们是不信神的人 但是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 不需要埋怨和抱怨 他们的结合 他们有他们走的道路 可是借着你的服务 或许让他们明白了真理 成为他们很大的祝福 你可能受了委屈 但是有一天 神会亲自什么 擦干你的眼泪 你的问题 在你活的时候都没有被有效的解决 可是在神的审判当中 你会发现到 超过你所求所向 今天 可能人家没有扣你钱 也加了你的钱 可是神给你的 比他们加的 还超过你想象 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家人们 明白意思了吗 所以论及到这个事业 所以不要觉得你创业工作 所以AXIA 就是告诉我们 教会要从地方教会 地方性 扩展到国度性 国度性 国度性不只是讲你个人 是讲一个家族 一个神国 所以不同的城市 列国 神的子民 一汇集在一起 就不再一样 可是我们要去哪里 完成耶稣基督的遗言 你们要去使万民 做耶稣的门徒 就在职场上 你不受装备 你不委身 你不分别 你不在这当中 更多的投入 你不可能改变 你每天吃饼 每天喝这个饼盒杯 也都没有用 那只不过就行事而已 可是当你每一个饼盒杯的时候 不断的一点一滴 一点一滴 让你更多的健康和健全的发展和成长 你就要了解 生命的事奉 无论你在事业或在教会 这两个之间 对你来讲 你都在国度里面 你是为神的国而效力 你我是为了神的国而在服事 而我们都是神国的一家人 当我们看到这个国家 或是那个国家 或是这个城市 有神的子民 做了非常大的救恩的工作 或是服事的工作 或是一个翻转的工作 我们都要维持信奋 那就是神国的一家分子 所以欧阁信奉家族 我们就像是部门中的一个小单位 我们也是on的在国度 我们也遇到熔烟了 但是每个地方都要有政府 所以地方教会是非常的重要 在每一个城市的根基和基础 汇集他的儿女 也求主开启许多的牧者们 能够更认识Xia 在磁场上建构到各个的城市 各个的区域和领域 再汇集 再出去 再汇集 再出去 你要知道 全职事奉是不容易 大部分的一个教会的人 95%以上 都是在磁场上 大部分我们人的时间 都在工作上 所以你在磁场上 你收的装备要更强烈 收的装备要更多 就不太一样 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 我们来看看 神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 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 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 来 所以有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容易 我不能说错误 但是似乎我们 带错了方向 是不是值得来考论一下 所以有很多时候 让我不要工作 我不要赚钱 我只要属灵就好 家人们 我们再仔细看这段经节 如果你更了解 刚刚所谈到的东西的时候 国度再上 创造了世界 虽被玷污 所以地上就有教会 不是吗 来 可是神要把这一切 重新夺回 要在这块土地执政 神也叫我们做正经事业 你如果把这些都 加在一起的时候 就告诉你 看我的手 很重要 不用做表格 就看这个手 你就是你 你到这边也叫手 到那边也叫手 你到哪里都叫手 不是吗 可是我们老时候 到了教会 Hallelujah 到了外面就 骂人 就像那个财主 他被怜悯 千万 可是人家欠他十块 他就要的 人家面红耳赤 所以神说 这是恶人 家人们 不要行恶 因为我们一开始讲 巴比伦的体系 就让我们反映了 一个生命 就是行恶的DNA 可是我们里面 要恢复 神的create 能力有 可是如果我们的生命 没有办法cover 你要知道 国度 最重要的是 它是一个永恒 不灭的生命 你也可以说 火湖也是不灭 可是你要在痛苦里面的生命 还是在美好的生命里面 这是每个家人 要去做选择的 我也正在努力当中 对不对 我们可能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呢 我也不能告诉你 能怎么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 可是你不愿意 来到神的国 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也只能祷告 所以一个人 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要再说 我不要工作 我不要努力 正经事业 是为了主耶稣 再来的时候 永恒的国度 继续在市农 工商 农业里面 丰收的里面 你要知道 这才是一个真理 所以你不要说 爱这个 哎呀 我要爱钱 可是呢 我要那个 我要聚会 然后我又不能工作 又抱怨 我就 自清好了 我就简单一点 生活了 苦行一点 神没有叫我们修行 神要我们去行善 要我们行动 让我们给予 让我们能够付上代价 让我们能够帮补需要的人 他谈到说 你不能侍奉神 你不能又在乎生命 又在乎钱 可能没有告诉你 不要工作 你不能为了钱 失去了你该有的比 你一可失去 我正面临到一个困难 刚刚我今天讲的经文 我正面临有一个通告 可能会损失一笔钱 是非常不合理的 怎么办 我今天早上 跟某个 里面的 某某人说 没有关系 如果我把这些都抛开了 我只想学会是 荣耀上帝 但是我 我不是那么厉害 各位 家人们 我只说 这么多年来 或者是这一两年 认识了 更开启了启示录 以及认识了 Xia 还有实际的 被祝福的时候 家人们 我就抓到这个moment 然后被扩张 我愿意去突破和改变 我不知道神最后怎么做 把一切的宗刚 交给神 所以你不能又 侍奉神 当然你要知道 侍奉的重点 叫做生命 你的生命 当然很多地方 你可以去找 侍奉这个词了 在圣经的里面 我只告诉你 我们比较 在Xia的思维的里面 常常会被这些事情 被限制住 你不能又 重视你在教会 哇 生命的建造 改变 更新生命 哈利路亚 歌词也这么唱 可是呢 为了钱 你整个人变了一个样 你可以赚更多的钱 你可以求神给你有智慧 让我们怎么样 做正经的事业 所以财力 不要为了财 利益 而失去你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不要贪赃万法 每一个人价值不一样 一个人跳十万 一个人跳三十万 一个人跳三万 只要人愿意给 你就有 但别人不认同你 你的价值 仍然不是客户 或是厂商来决定 而是上帝决定 你要如何看重 就是神的果 在不在你的心里面 你追逐的 当你被恢复 更新的人 你应该更重视的是 神的果 而且你的生命 是一个重生的 就是家人 再强调一次 你不能又 在生命的改变 又被钱所捆绑 只是为钱效力 就不再聚会 不再努力 不再更新 不再突破 不再传福音 然后就慢慢慢慢慢慢 你出去玩 绝对不会睡过头 你有工作 绝对不会睡过头 不是吗 来 你大雨大落的时候 你都可以花 手机也这样买 我没有说你不能买 可是你要奉献 又不敢奉献 怎么办 十一奉献 按圣经的基础 它只是当纳的 还不是奉献 怎么办 家人们 上帝要的是 你全部 你的生命 才是新约要的 实时奉献 是百分之百 都要什么样 奉献给神 所以今天早上 我们在唱十个时候 我将我的生命献给你 全然的献给你 就是属于你的 因为我们本来 就是从你来 没有任何一丝一毫 是来自于我们自己 这才是一个真正 被神要恢复的器皿 One day神一定会 大大的重用你 所以我们在看 这个图表的时候 当你知道世界 国度都在国度上 所以你不要去二分 国度永远在之上 神的国永远在天上 这个表格 我少画了三个东西 叫做 这个国有一个阿爸父 耶稣在父的右边 父子圣灵 三位一体的神 这是何等的关键和重要 所以我们要看到 当在国度里面 耶稣是怎么样的 来顺服主 而这个社会 也有许多的服务 而我们在教会 也有许多的服饰 不是吗 所以你所有的事工 不过就是一个 好像一个国家 有不同的 一个公司啦 有很多的不同的项目 一个国家 有不同的行业 所以在教会的事工 不要成为你的重担 每一个人都有 不同的工作 但事工的 总纲的核心 就是服饰 你的思维 在服饰的里面 我们读这段 这几段经节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了解一下 关于这个 这个圣经 所告诉我们的顺服 我反到其行 先谈顺服 我不讲国度的顺服 我们讲 什么顺服呢 以佛所书 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我们一起来练一下 预备器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也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谁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 这带领 首领 就是现今在 薄逆之子 心中运行的邪灵 家人们 有没有看到这个经节 这个经节告诉我们 重生得救了神的恩女 我们过去 是受到世界的侠管 可是如今因着重生 因着十字架 因着耶稣的保险 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你有权柄 在这块土地 能够宣告 能够奉主的名 来祷告 这事情就不再一样了 Amen 来 四十分钟 对不对 所以家人们 我们要明白一个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是神的儿女 接待祂的 就是信祂名的人 我就吃权柄 让你们做神的儿女 你们在看我这个时候 非常的重要 如果这个老板 五个老板 都非基督徒 你在他们工作 你在世界工作 还是在国度工作 世界啊 倒过来 如果这么来 偷信主了 你是在世界工作 还是在国度工作 No 你仍然在这个世界工作 国度在里面 真正的工作 是当耶稣的国 完全降临 你真正到了 新天新地 你才是在国度的工作 Amen 所以你就不用东倒西歪啊 你就是你 不会改变 不要变得四不像 你就会发现到 过去我们是什么 顺服着空中掌权者的手里 可是神的儿女 如果我们不开启真理 不明白我们的角色 神在建造的X要全面的 在职场的文化的当中 要有一个很大的翻转 这个大复兴 因为人与时间都在职场上 也在家庭当中 所以我们过去 是一个悖逆的 如今活在那个悖逆之子 好像被他控制 家人们 神的儿女 我们不再被控制 可是我们的体感 跟感官会有不舒服 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还在罪恶的里面 这个肉体都还没有被更新 可是当耶稣再来 教会被提 就有一个更新 就像耶稣一样 全新的身体 是一个荣耀 没有八只手八只脚 而是一个荣耀 恢复那个光辉的里面 因为我们在他的国度的 被照就是荣耀和光辉 所以神的儿女 一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呢 那个荣光和泛花 就不再一样 不要小看你的教会 不要小看你的聚集 因为神的国就在你里面 不要认为我在大步道 大聚集里面 当人的心不再对齐了神的时候 神的荣耀不一定在那个时刻 对不对 家伙们 我们只是明白 曾经我们被控制 如今我们不再一样 所以你看这个图表 我们在往下走的时候 你会看到说 这个图表 从国度里面 世界有职场文化 而教会所建构的AXIA 就要把职场带进来 明白是吗 或是AXIA 要进到职场 因为我们要从那边治理 管理 把神给你的恩赐 不要忘记 我们过去都是用恩赐来服事 或是来工作 这本质是没有错 可是你要讲的 我们的人 每一个人都有守护的天使 当你我面临到很多不同的领域的时候 我们确实是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当我们知道 我们是一个国度的时候 就会有cover 就会有同伴 伙伴 长老 明白意思了吗 成为你的祝福 他的天使懂了这个领域 他要奉主的名来祝福你 有一天 当前面长老在 我跟他分享我工作 一些状况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你有没有处理 我说处理什么 我说我有祷告 而且我刚刚讲的 就像你讲的没有错 可是呢 长老讲的更完整 他说就像是我们按手在别人身上 祷告 那个能力会进到这个人身上 当我们进入这个世界 工作 这个不属于神的体系 我们就沾览了许多不同的思维 我们很容易被影响 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天使 保护我们的灵命 我们就需要遮盖 我们需要有带导 就像我今天太太跟童工说 哎呀工作事情要常常联络 她说她会自己祷告就好了 是 可是有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独自祷告 你的天使会越来越薄弱 不要让你的天使担忧 不要让神的灵在里面的发挥的功能 没有办法潜力发挥出来 好像我们有个童工对不对 唱歌唱得很好 声音各方面都好 年轻帅气 可是太害羞了 他的潜能就无法发挥起来 只有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让神的恩赐能够完全地被发展出来 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 我们是在一个神的国度里面 可这个世界呢 踩在别人的身上 踩在别人的一样 好像伤害陷害 然后达到自己的一个领域 可是殊不知 终究也不够只有一生 可是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呢 我们拥有了一切一切 家人们 一个重神 我们要了解这个体系 世界的体系 走的就是巴比伦的体系 国度的教会要走的是西安 这个西安讲的是 建造在耶稣基督的磐石像 彼得把防角石 那头块的防角石 比喻在西安 就是讲的耶稣 所以耶稣是你我一切的总刚 所以我们要走在耶稣的体系 西安的体系 而不走在巴比伦的体系 所以迦勒们 我们要了解一个很关键的一件事情 国度的存在 世界走在巴比伦的体系 可是教会 神的儿女 要走在 不管是体系 或者是系统 这系统的运作 是什么呢 我们要去了解一个很关键 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 我们存在 从巴比塔里面 行恶的 到如今的社会 哇 你看这个政治媒体 那种结构在一起 都是 心中都是有很多的筹算 都是那些败坏 隐藏的那些 有的没有的 教会的架构 是建造在十字架的根基 和基础之下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清楚里面 回到国度的建构 叫生命的恩高 无论你这个人到哪里 进入世界 在国度都不可以忘本 也不要忘记 我们是建构在 一个耶稣基督的里面 Amen 家人们 我知道这几集谈了很多 但是我一直围绕 把这两集的核心 在浓缩 在延伸谈到国度 国落不在你心里面 你很容易就被冒犯 虽然我今天在讲 早上正在处理一件事情 可是呢 我就吐一口气 一个不信主的 这个一个长辈 一个一个 对 长辈 我是一个老板 他说 你要去聚会了吗 我说对 我现在要去聚会 他们都知道 我们要去聚会 我说放心 我向神祷告 我先不处理 我先来亲近上帝 所以很多时候 这就是 你的思想 取决于 你里面的是什么 如果里面 没有国度思维 国度的观念 不是我们做外在 而是在你的里面 任何的环境 让国度发挥 智慧 全能 荣耀 都在 你的心里面 你就发现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来看这两张图 我们就做结束 左边的这个三角形 是世界的体系 是爬街市 巴比特的体系 好像世界是金字塔 金字塔就是世界的体系 也就是巴比特的体系 好像以色列为奴 好像我们在世界 一直在为奴 奴隶很辛苦 可是右边呢 它像这个 一个水平面 当耶稣基督 当神的儿女 无论是哪个国家 哪个领域 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神的国 在成为我们一切的中心 你会把资源分配 有没有 无论是产业 无论是国内 我没有写文字 怕太复杂 我就是把这个图表 给大家一个概念 世界 金字塔 是世界的体系 巴比特的走向 国度的是一个 云状 圆形 是一个围绕 有没有 耶稣基督 是一切的中心 所以你如果没有爬街 你要爬多久 爬到上去 可是在这里面 资源共享 这阵子有许多的爱戴 受神的眷顾 接触了许多不同领域 和档次和层面的人 Right 可是这是以前 比较没有的 但是就把成为 我的资源 扩张我的生命 还有在工作上也好 或在各个领域当中 如此的被尊容 同样的 今天最后 我们就了解到这个图标 对不对 金字塔 我们就不说 所以神国降临 神国度的丰盛 本来就是要带到地上 而地上就是在预备 活出一个国度的光辉 在各行各业的领域 没错 启示录告诉我们 主要敌基督将被兴起 在末世的印号晚的发展 还有这些 这淫妇巴比伦的猖狂 假和平 大灾难都好 这就是要去明白 这些事件的发生的 背后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天地和一 目前国在你心中 你确实要在这个地上 还存在这个败坏的领域当中 出自污女而不然 只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刻 所以所有的教会 一汇集的时候 这样子的产业 这样子的一聚集的时候 那个发挥的 一样就如同卫性主 他们一聚集的时候呢 他们发挥的能力 是不同的 家人们 只是一个是行恶的体系 一个是习案的体系 所以今天早晨 这个我们把这个 Axia也告一个段落 在这个段落当中 我期待家人们在产业当中 认识产业 认识治理和管理 是上帝要他的儿女重视的 但我们要更重视的是 承接的是什么 神的国有土地 他的国还有他的地 国有土地 不管上里面我们谈到 土地来讲 有国有土地跟私有土地 他的国还有他的地 都要完全的来集成 他的国还没有降临 他的在这块土地当中 还没有被更新 可是你里面要更新 真正的侍奉 就是生命的改变 真正的神迹 就是生命的改变 真正的见证 就是有生命的改变 就是越来越像耶稣 才会一开始说 我们就像当耶稣 在显现的时候 我们必要像他 愿神当然在 这XX系列当中 可以帮助家人们 更重视这一切 把这个概念和观念 跟理念放在你心中 我们期待还有机会 可以持续地延续 在XX的领域 到底要换了新的主题呢 还是结束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 OK 拜拜 我们下礼拜见 我们下礼拜见